好了 和Andy谈一谈港股 稍后再继续谈TESLA和其他美股 大家想问的问题 说港股 现在美国很明显 进入加息的周期 即将 港股这段时间 其实之前 就算美股很大册 港股也不算很大影响 好像自己的一个故事正在发生 因为当然去年港股也比较积极 所以情况也有点不一样 或者港股现在有机会受到外围影响 可能反弹已经差不多 好 我先重复一个上次也有提到大家的东西 然后我就说一些最新的东西 其实上次也有提过 大家想想一下 虽然港股那时候升 而且很酷 美股开始下跌 它自己升 跑赢很多 但是那时候也有问大家几件事 就是要想定 农历新年前 你会不会拼过过年 因为其实有些基本因素是未变的 例如我们经常说 科网股的不明朗因素 好些什么呢?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 有些人觉得开始好了 有些人觉得未好 这个不能很客观讨论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那次不断强调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寧愿不追港股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原本是要看着债市 就是见到那些内地的高息债 其实都还是积弱 就是反过来 简单一点来说 如果你见过去三个星期 港股整体来说是升 但是内地的高息债 大家要明白里面有很多内房 还有很多其他的企业 其实债的债价其实是跌的 所以在这个情景下 这个背前就令到我们没有信心 去做一个中线的部署回去 所以呢 其实这个只不过做recap 希望给大家记得 因为我们会觉得 只是每次向前望 当然向前望是重要 但是其实有些东西是不断在发生的东西 简单来说 恒指 所以我自己会看 就是这个债口 大概二、三、八附近 究竟你能不能拿到支持中央 因为大家会当相抵支持 那个境线来的